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法统的约束 这不禁让人联想 日本在跟老众呛响打脸吗 这个莫非台湾的2016选举将会牵动国际情势 而霸道的老众将有人要起而抵制了 而719全代会之后 国民党真的团结了吗 看来并非如此 因为有人说台商董大妈的粗口 不但是骂了宋楚瑜跟周玉寇 甚至还威胁如果民进党当选的话 应该要做经济制裁 另外一方面老共军演模拟攻台 总统府哦 其实这背后所隐藏的一种恐惧作战法的选战策略 就是国民党不执政 国家安全 经济繁荣都将不在 另外洪秀柱选不上这件事情 难道连朱立伦自己也都承认了吗 我们稍后来看看最新的新新闻 他急着向宋楚瑜温情喊话 说希望能够互相的合作双赢 但是亲民党能够回头吗 尴尬的是最新一期的新新闻还说 挺住派的篮尾还呛说 哎呀你们大佬不来就算了 拉倒反正票也不会更多 再来这个马英九的爱将李树德 他说正所税会拖累台股 在国民党身世低迷之际 他为什么要补这一枪 难道是为了他自己找后路吗 而被看虽的国民党重判 清理的戏码即将上演了吗 当误搞不定的朱立伦八仙陈豹 现在究竟在搞些什么 传出了政治追杀 我们稍后有独家消息 也有来宾在现场 要秀出独家的录音 新北市府到底在怕什么 隐藏什么 侯友宜跟陈豹家属 会议的独家录音党 将会献出端倪 在今天震惊现实批 将会独家的为您公开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 备受大家所瞩目的消息 其实这个新闻呢 在台湾或许还不如在日本 所引起的更大的这个报道 因为在日本呢 已经大篇幅的在谈论 为什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会主动的前往到李登辉的饭店 与他会谈了一个半小时呢 李登辉在上午不出饭店的时候 也主动向媒体证实了这个消息 那么他说他对这个安倍 有很高的评价 到底两个人谈了些什么 90分钟 李前总统说他不能对外多说 而至于李登辉前总统表示 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是这样 他强烈支持蔡英文的维持现状 对马英九则是不想多加批评了 好在这里我们特别待一看看 李前总统的角色 对于中国来讲 他可是一个在台湾搞分裂的人 而安倍晋三在这个时候 去见李前总统 这样的一个重要跟影响性 几乎是不亚于他去参拜 晋国神社一样的会恼怒中共 而至于在这个时候 安倍去见的李登辉 他又表达什么呢 他说他强烈赞成蔡英文的政策 这在在都透露了什么样的讯息呢 蔡姐 其实李登辉总统 他已经高龄92岁 他到日本去这一次 确实是十分的风光 而且呢 也为他的人生记录当中 闪耀着黄金的光芒 因为除了今天安倍晋三到饭店 去跟他见面 而且日本的新闻媒体 还是及时的报道 也没有任何掩饰之外呢 他昨天的演讲 其实是从他自己的出生 到他接下了这个总统的职务 甚至于他对于蒋经国先生 这个拔走他 然后交棒给他 还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 像一个自传性的一个说明 那这个说明当然 显现出安倍晋三 他跟美国的关系 会越来的越紧密 而对中国大陆来讲 这个是不是一次 到底是面子上的问题 还是理事上的问题 连日本的媒体都说 这件事中国当局 一定非常的不快乐 那在非常不快乐的情况之下 他会不会把他 跟蔡英文的选举来分割 甚至于昨天 都还有一个所谓的军演 那就是有这个中央电视台 那个军演要斩首行动 要把那个总统府 都给攻下来的报道之后 安倍晋三这样子的 用非常的高调的态度 跟李登辉总统见面 那时间的移转 可以想到当年 李登辉总统第一次 要去日本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日本 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是非常亲密的 所以他们的外务大臣是坚决反对 让李总统去 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李总统还开了一个记者会 讲了一番非常动容的 令人这个无法抗拒的一句话 就是他的心脏的血管 好像香肠一样 当天他是这样说 而且他还说 他上这个洗手间的时候 他连他的马桶 厕所里都还放着 他的急救的心脏的药 已经十几年了 那这十几年当中 随着中国大陆的崛起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强势 那美国跟日本关系的这个强化 那今天看起来 李登辉总统 他敲出了这一枪之后 那当然会强化 日本人跟中国大陆的 另外一种关系 不管是这个 他的调整也好 或者说这个 或者是对立的情形 但是李登辉前总统 他在中国台湾跟日本的历史上面 确实在今天 他写下了一个非常优美的句点 那会不会影响到两岸的关系 我倒认为不至于如此 因为习近平在APEC 去年APEC会议的时候 都还给安倍晋三脸色看 一张臭脸 可是后来 他再见到安倍晋三的时候 也是一个笑脸 所以看起来安倍晋三 虽然他有很多的作为 其实对于很多的台湾人来讲 都过于的激进 甚至于他在修宪上面的一些主张 可是安倍晋三 从敬老尊贤的角度来看 对于李登辉前总统的这种礼遇 也是日本政治人物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传统 那这个传统 基本上来讲 对于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的 发展的这个轨迹来讲 还是值得我们大家肯定的 不过从这个 我们看到昨天央视里面 所播出来的 你说这个军事演习的背后 我们看到 怎么会有台湾的总统 而且那个总统府 是日本统治时期的总督府 然后还曾经被轰炸过 被美国人轰炸过 对不对 再加上董大妈的发言 再加上克刚在 昨天有许多的学生 那么他们在教育部前面 那么这种种都让我们想到 这个李前总统的这篇演讲稿里面 所谈到的台湾的民主发展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在这里我们特别答应来看看 这个演讲 台湾的典范转移 其实也在日本 引起了相当大的回响 他谈到的是台湾 在228事件之后 发现自己应该建立自主政权 而不是外来政权 要发现自己要有一个主体性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台湾人就不能够有作为 有尊严 才变成一个独立性的人 然后在此意义上 他认为台湾人之所以 能够建立稳固的身份认同 可以说是外来政权 统治之下的产物 另外他讲台湾打开了民主大门 同时将中华民国推向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一个新的位置 那么他也讲到 台湾已经朝向摆脱一个中国 以及终止中国法统的道路来迈进 打破了亚洲价值的神话 李登怀还特别强调 台湾数百年来都受外来政权的统治 1996年总统直选之后 才正式脱离外来政权的统治 他强调台湾人不同意 中国反复强调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 为了台湾的长治久安 以前总统认为应该要彻底的厘清台湾 与中国延续半世纪以上的暧昧关系 在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时间点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李前总统谈了这个话 我们再看看下一张他谈到的是太阳花 那么示威游戏拒绝了五十万人 他认为现在台湾有必要推动 限改在内的第二次民主改革 这里面要透露什么讯息 我觉得其实昨天安倍跟李前总统的见面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寻常 当然这个见 说说现任的国家领导人 去见所谓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外国的领袖也好 其实有人见五分钟 有人见十分钟 最多你看就算是习近平跟安倍见面 也是寥寥大概十几分钟 可是安倍见了李登辉前总统 这个大概一个半钟头 中间总算留一个面子 因为不是李登辉或是去这个所向官邸去见他 因为所向官邸那个作为一个政权的象征 坦白讲还是没有 是变成安倍 因为李登辉年纪也大 他到李登辉下榻旅馆去看他 所以敬老遵行也兼顾到了 也给中国大陆留了一点颜面 但是事实上这个安倍去见李登辉 这个事实上不仅具有象征意义 还有具有实质的意义 两个人的深谈密谈 谈了非常的多 那么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 可以看到最近日本才刚经历过 不管是颱风才刚过 之前安倍通过了所谓的安保法 安保法的修正让日本可以在海外出兵 这个部分谈不上 我们可以是有一些评论 但是至少李登辉去日本之后 在日本的众议员第一会馆 有286位现任的众议员 有176位议员的助理跟秘书去听 那个会场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而且李登辉他今年92岁 他说未来能够再做事情 大概说五岁 我觉得其实我们当然希望说 李前总统还是政公康态 不过很多日本的朋友们都觉得说 李登辉大概接下来有机会 再到日本的机会 也随着他的年纪增加 越来越下降 尤其刚刚柯柯姐也说 李登辉的健康状态 所以我觉得其实安倍这个做法 除了具有象征意义 而且跟最近在美日的军事同盟上 已经是有对于东海 甚至将来在南海 已经有深一层的这个 这个继续深化他们军事同盟 所以李登辉这个时候去跟安倍见面 我觉得其实一定有谈到 许多国际的现状跟现实 以及未来的这个可能走了合作 尤其将来如果 如果民进党2016取得政权之后 李登辉在这个国际现实 一定是跟蔡英文 有相当高的一个配合 所以某种程度 李登辉将来回到台湾之后 这过两天回到台湾 可能会跟蔡英文有进一步的误谈 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传达了重要的讯息 安倍见李前总统 再将李前总统这个演讲 其实在此时都透露了非常多的讯息 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美国 这一次对于蔡英文 她的这个礼遇 所以也看得出来 是不是美国跟日本 现在要来连台治共 甚至在李前总统的这番谈话当中 也看得出来 所谓脱离中国法统 接下来的第二次民主的改革 会不会这次是2016选战的一个重点 对 当然你如果现在看起来 美国跟日本现在看起来 应该会站在同一阵心 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美国一直在推行一个叫做重返亚洲的计划 为什么他会去推那个计划 是因为中国大陆 不管是在经济或者在军事 或者在政治实力上面 其实不断的在亚洲里面 其实他就是一直不断的串起 而且事实上 他的防线已经往外攻 就他的攻击的线 已经是攻破了我们以前认知 叫做第一岛链那个概念 所以中国大陆不断的把他势力往外载走 你光看一个亚投行 他做一个亚投行 有多少国家都愿意去加入他 所以你看他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实体 对于美国来讲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大陆 有这样一个串起 所以相对来讲 台湾在这个的关键地位上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台湾今天跟中国大陆 到底要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对美方 对日方对韩方来讲 我想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关注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美国不断的希望能够把中国大陆的势力 防堵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之内 可是中国大陆也不断的希望 试图去突破 包含他的东海舰队 南海舰队 事实上也不断在军事的方面 想要突破这块 更何况是他经济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台湾在这一个地方 你的主权是不是能够彰显 你是不是能够跟美国保持一个友好 而且其实是良善的合作关系 还是你选择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嘛 政府其实不断的比较倾向 像中国大陆这边靠拢 我不能讲说靠拢不对 你可能在经济上面 你原先的构想是认为说 我靠到一个比较大的经济实体里面去 我或许可以对台湾民众来讲说 我可以有比较好的帮助 可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倾斜跟靠拢 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 对于中小企业来讲 他是无感的 有感的是什么 有感的只有那些的大企业 所以这一次你也看到 比如说这个所谓的亚洲商会 他们其实也见了蔡英文 他们回到台湾来 蔡英文也跟他们去接触 我相信也听到了很多 我们这所谓的中小企业 他面临到中国大陆这样庞大的 经济实力崛起的时候 我们的台商在那边 其实没有遇到一个好的状况 所以当这样的一个一个倾斜的现象出现 而我们却没有从这边得力的时候 我认为李登辉这样的一个发言 包含日本的那样方言 事实上是有必须要让我们 在国内这些人 他必须要去思考 也说我们在过去的那个两岸政策 到底是不是对的方向 可以保持接触 可以保持谈判 可以保持任何的合作关系 但是前提是我们有没有去 互惠到我们自己的人 如果从这段时间来看 我们自己也接触到一些台商 我们光讲一件事情就好 我们现在有多少的台商在深圳 在所谓的东莞那边 遇到了台商 现在因为他大陆今天 以前我欢迎你过来 我让你在这边设厂 我给你很多的奖励 优惠的条件 但是对不起 我现在中国大陆 有他所谓的国家重点发展的对象的时候 他给你来一个腾龙换鸟 把你原来这些厂商 台商通通都把你赶出去 我们有多少台商流落在中国大陆 这边 我们政府有看到吗 没有看到 当你不断的倾斜之后 你只欢迎那些什么 欢迎那些很大的企业 他回流回到台湾这边来 希望你回到台湾里面来投资台湾 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回来的 到最后搞成什么德性 他没有投资台湾就算了 从台湾这边捞到更多更多的钱 然后去做更多更多的生意 而且做的那个东西叫做无本生意 所以我相信 其实整个的国际关系 他不会只那么单纯的讲说 我们两方有没有友好 或者我们两方有没有经济合作 我们两方外交上面 有没有什么几个免签国 我觉得他不会单纯从这个地方看 但我认为李登辉到日本去演讲的 那样的一个内容 包含日方所给他的那个Fayback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国内政治人物 在这件事情上面 很认真的去思考 不过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中国当局 他过去对于李登辉总统 到日本去 他们是强烈的反感的 而且加以围堵的 那今年当然显示两个 他们认为李登辉前总统 在台湾的内政上面的影响力 光环是在这个褪色的 所以他不像当年那么样的这个在意 那第二中国大陆当局也充满了信心 我相信这一点也是一个我们观察 这个中国的大陆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怎么看待李登辉前总统 到日本去访问 你看从一开始的主党到李总统 还要用那种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挨兵之计 当时他那个挨兵之计是引发了 全日本媒体的这种同情反弹 心脏都跟香肠一样了 你还不让我到日本去啊 对不对 那在那个时候的那个场面 跟今天相比 那你看得出来 这个日本美国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非常大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 李前总统的这个访问 就觉得说 我们这个台湾的主体性 要靠这个老先生如何 而是说李前总统基本上 他的人生是非常完整的 身为一位 不管喜欢他或是不喜欢他 这位政治家 可真比现在的马英九跟陈水扁 要立下了最少 他有一个论定 而这个论定 基本上来讲 已经帮他写了还蛮完美的篇章 所以这个看起来 我就是要挑战现在的马英九了 你一年以后卸任之后 你卸任十年以后 你去美国 你到哈佛大学去 或是你十年 卸任十年以后 你到美国去 美国国会 或是美国的首长 会这样对待你吗 绝对不可能 你马英九对日本这么冷漠 还派一个不懂日文的外交使节 去日本 那你知道在日本 你到懂我语言 是一个很重要的 都移民的外交使节